向着风 拥抱彩虹 勇敢的向前走 你高音怎么说 老师你教我 你别闹了 我怎么可能这么教你 邓老师帮我起 起 向着风 拥抱彩虹 勇敢的向前走 就是视频中这一对师生 他们是全网最搞笑的一对师生 被称为破音师徒 上着最不正经的课 却教着最正经的知识 别人的课堂齐了融融 他们的课堂震耳欲聋 网友说这高音标的 气都喘不上来了 我逃不出去 我希望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相遇 让人生都开除你 他们来自山东烟台 视频里的胖老师是张主任 而这个男生就是七年一考 都考不过的传奇人物江同学 网友都说考了这么多年 不知道是张主任教的不好 还是江同学自己学不会 别人的课堂都是余音绕梁 让人沉浸在音乐的世界 而他们的课堂却痴迷于飙高音 让听的人心脏蓬蓬直跳 两个人唱了歌 可以说一个比一个音高 经常破音不说 海水都瞧不上谁 两个人在课堂上比拼高音 还在纠结原唱调不高的时候 却被一个送水工分分钟给征服 到的是一个烟嗓的技巧 smoke 我们这种肤色的人 是无法下入这种歌曲的 就连老师我也只能拿到一个 班上来了新同学 上一秒张主任还在炫耀自己的说场功底 下一秒就直接目瞪口呆 当场来个拜师学艺 学校组织聚餐 看到有人在唱歌 张主任那一置不住的小脾气 直接润润嗓子一把夺过麦克风 唱到最后小脸憋得通红 就连环卫阿姨都看不下去 直接递上来一杯奶茶 生怕她把嗓子给畅哑 有人调侃说这不是担心她的嗓子 恐怕是想让她放过自己的耳朵 刚才两个人还在课堂上交流钢琴曲 下一秒直接被维修师傅的实际功底气得不轻 这下张主任彻底报幕 据我所知 咱们学校没有人能驾驭了这首伟大的作品 即使是我 也只能谈下十分之一 虽然我已经是大师了 是不是 然后呢 受过学生这么多气 现在还要被别人比下去 到了最激动人心查成绩的这一天 本来以为江同学这次终于考过 张主任激动的满心欢喜在地上打滚 就在眼泪即将流出的前一秒 却发现成绩单是PS过的 直接当场傻眼 激动的泪水也变成了安慰自己的眼药 看来接下来这一年又要过得十分煎熬 而江同学作为好学生代表 肯定会有很多问题 张主任每次都能轻松回答 这些看似难懂但实则很简单的问题 在他这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作为全校公认的高音选手 自然也能够写的一首好版书 只不过这词不达意的方式 也只有他的学生能看懂吧 不管怎么说只要意思对 那就完全没问题 毕竟张主任的主攻领域 是在音乐而不是在书法 张主任这粤语歌一出来 直接让会粤语的人都沉默了 不知道是自己没有领悟粤语的精髓 还是张主任这粤语能力本身就不行 最后直接变成大型繁足现场 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论唱歌还得看咱姜同学 为了能够用流行音乐把戏枪唱好 还必须要把高音飙上去 可是费了不少功夫 最后这蓝花枝一拿捏 整个人的灵魂都得到升华 网友说虽然破音 但是居然没跑掉 要是唱到这个地步都没能飙上去 那就没必要勉强自己了 毕竟唱低音的时候 就还是有那么点好听的 不过视频虽然很搞笑 但实际上他们两个人还是很有实力的 用这种搞笑的方式 活跃学习气氛还是很有用的 不过你更喜欢将同学还是张主任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点赞加关注 下期视频更精彩